那万物皆可搬 但你有没有想过体型庞大 而且笨重的大象也可以搬呢 非洲东南部国家马拉维的利翁带国家公园 现在正展开一项特别行动 把公园里头250头大象转移到另外一个国家公园 由于偷猎现象在利翁带国家公园大幅度减少 当地大象种群不断增加 加剧了人像矛盾 那大象会破坏农田 村庄造成这个牲畜死亡 而在牵出利翁带的大象当中 很多大象耳朵上都有当地人留下的弹孔 但大象搬家的过程并不容易 需要出动大量的人力和时间才能够完成 好几名壮汉围着一头躺平在地上的大象 但他们不是在猎杀大象 而是马拉维利翁带国家公园的工作人员 正在协助大象们搬家 但是这个任务一点都不简单 那大象必须先被注射麻醉药 然后工作人员会先用树枝 撑开大象的鼻子 让它保持呼吸道通畅 并将耳朵翻下覆盖眼睛 以免眼睛被太阳灼伤 之后工作人员会检查大象的身体状况 再利用吊车把它吊到箱子中 对工作人员来说 整个迁移计划少一点运气都不行 由于利翁带的大象数量非常多 有时候会冲破围栏闯入村庄 威胁到村民的生命 有民众表示 他的亲戚之前被大象袭击之后去世 因此这一次的大象迁移计划 也算是让当地的民众可以多了一份安全感 这一项将250头大象转移到350公里外的 卡松谷国家公园计划 预料会花费一个月的时间来完成 当局希望这项计划 能够减轻大象数量对现有栖息地的压力 减少人类和大象的冲突